丙形肝炎一般可以分为急性丙形肝炎和慢性丙形肝炎 急性丙形肝炎的病征一般来说都比较轻微 所以大部分病人都没有察觉地感染就丙形肝炎 而在急性丙形肝炎的例子之中 大约有八成的病人会慢慢演变做慢性丙形肝炎 慢性丙形肝炎其实早期都没有什么病征 一般来说那些病人感染了二三十年之后 它慢慢会出现一些肝的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出现肝癌 而病人出现病征最主要是因为肝硬化的病发症 譬如黄胆、腹水、脚肿甚至是肝癌 所以感染丙形肝炎的话 其实当它要去到有病征的时候 一般来说已经感染了二三十年了 那哪些人是感染丙形肝炎的高危人士呢? 最主要是分几类的 第一就是有些九十年代以前曾经接受过血液的输送 因为九十年代之后 我们才开始去筛选丙形肝炎这个病毒 第二就是一些滥用药物注射的人士 他们因为共用针筒 所以是高危人士来的 第三类就是去了一些落后的地方 而曾经接受过穿椅、纹身或针灸 这些因为环境比较差未必有足够的消毒 第四类人士就有一些曾经接受过免疫球蛋白的注射 而受到感染 第五就是一些爱滋病的患者 因为他们的感染方式和丙形肝炎的感染方式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还有些就是妈妈本身是丙形肝炎的感染者 有机会是母体感染了给孩子的 如果有这些高危因素 其实应该尽早找医生去测试丙形肝炎 因为丙形肝炎是有一些很有效的口服药物 只需要吃三个月至六个月 那个传育率是95至100% 所以如果有以上的高危因素 请大家尽早去找医生测试有没有感染丙形肝炎 如果你是丙形肝炎的感染者 有一些日常的生活上你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就要戒酒 第二就要戒毒 第三就不要去捐血 第四就是要有均衡的饮食 第五就要有适当的休息 第六就要采用安全度来进行性行为 不过如果你是戒菌者 其实第一件事应该尽快去求医 因为现在是有一些非常有效的口服药物 只需要服用三至六个月的療程 就可以有95至100%的传育率 这样就会大大减少 因为丙形肝炎而引致肝硬化和肝硬 我们作为普通的市民 其实千万不要歧视有丙形肝炎的感染者 因为丙形肝炎感染者 其实他们感染途径是经过一些血液 或者体液而感染的 所以我们日常跟他们的接触 比如握手、拥抱、甚至接吻 这些亲力的行为 其实感染丙形肝炎的机会 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应该歧视 丙形肝炎的感染者